俗话说人有三街 如果忽然急起来 眼前只有一座透明的厕所 您敢用吗 在日本东京色谷公园 就真的设有透明的公共厕所 民众非但不担心如厕时被看光光 还特地跑去试用 甚至打卡留影 来看看透明厕所有什么奇妙之处 从八月开始 色谷公园就出现了色彩缤纷的透明公厕 路人可以清楚看到厕所内部 一时让人感觉这个设计很奇怪 太没有安全感了 不过只要使用着锁上门 玻璃立刻转为浑浊 原来所采用的建筑材料是调光玻璃 一通电就会变成透明 关门后就会断电 玻璃就会变成不透明的状态 而设计这款厕所的原因之一 是为了提防偷窥狂或是怪叔叔 立场在公厕里 威胁女性的安全 这一座透明公厕已经成为日本人和游客的打卡地点 民众一般都是战战兢兢的进去 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出来 透明厕所是被誉为建筑界奇才的 这本建筑师板茂所设计 他希望透明厕所 能够消除民众对公共厕所的恐惧感 在进入公厕前 就能够看到他是多么的干净和安全 放松的解放 人生无可避免的三件几事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